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天原战决赛的决胜局 由黑方,孤子豪,对战白方,梅玉婷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新小木,白棋也是新小木 之后黑棋单关跳,手脚,白棋点脚掏空 然后黑棋搬完之后二路断,白棋选择往上打持 形成一个十字架定式 黑棋打,白棋断打完之后飞出 那这个地方,黑棋如果说想直接补棋的话 就往这儿飞就可以了 实战黑棋往左下角引针 那这个地方白棋要是跟着硬 被黑棋再往上打持,白棋非常亏 所以说白棋脱掀,先在右上角补棋 黑棋往下贴住 那左下角的这个棋形 接下来的这个补棋最佳的选点也是非常有趣 是走在这里 往二路向不飞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直接贴住 被黑棋搬二字头的话呢 白棋肯定不舒服 那这手二路飞为什么说非常不错呢 就是因为首先如果说黑棋不走的话 那白棋这里也没有这个生命危险 黑棋如果说走一手棋的话 白棋也不用补 这个局部就可以脱肩了 白棋比方说走一个大飞手脚 那黑棋要是在外面封锁白棋小接联络 脚上还是活棋 穿枪眼的话白棋飞出 这样黑棋因为在这儿多花了一手棋 所以说效率也并不是非常高 这个就是这手棋的妙处 实战黑棋选择路搬 先掏空 白棋贴住 黑棋往脚上藏 之后白棋搬头 黑棋反搬 白棋连搬 这里黑棋就不可能考虑去在这里断打 吃掉脚上这两颗子 现在这两颗子很轻 所以说黑棋藏一个 想围下方的空 之后白棋沾 黑棋拐头 双方这里下的还是非常的紧凑 接下来白棋就要考虑了 如果说想要对围的话就搬头 但是这样下的话 白棋的步调太慢 因为黑棋搬完之后 等白棋长 黑棋很有可能就直接分头了 这样的话白棋的空围不住 并且黑棋拆二拆过来 马上还要再点防 白棋被点过来 这个棋型非常难受 补一手的话 这里的空先被黑棋掏掉了 但是黑棋下方的空还可以继续围 所以说这样下白棋肯定不好 实战白棋非常主动 先分头 破坏黑棋下方的空 这个地方黑棋就要考虑往哪边逼住的问题了 往左边逼住的话 主要是这个棋型还是显得非常重复 白棋可以靠压 让黑棋变得更为重复 然后再往路漏一个 这样白棋在这个地方活出来一块 黑棋就完全落空了 所以说黑棋肯定要往脚上这里补齐 把白棋往左边赶 毕竟黑棋这个头拐出来之后 还是有一定后卫的 然后白棋往路拖 想要扩大眼位 当然黑棋有这个扳断的手段 扳断之后爬一个 是这个局部最为强硬的这个手段 但是这样下的话 很明显脚上就变薄了 白棋有各种这个腾罗 所以说黑棋选择往右边扳 白棋点方 这个是棋型料理 黑棋不可能现在去补断了 补断的话呢 白棋往四路飞 这个小堡垒打出来的话 白棋就活了 所以说黑棋肯定要打入 顺便夹棋白棋 下一手棋 AI和这个白棋的判断 也是出现了很大的这个分歧 AI觉得呢 下方这几颗子就放在这 先把这个头扳住 中间这里扳出的话 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下方就算黑棋再补一手 比方说往这跳 白棋还是有这个二路拖的手段 所以说黑棋杀不干净 那实战白棋穿枪眼 黑棋那就小肩逃跑 这样的话白棋越走越重 接下来呢 白棋最好还是要转身 这个地方反正两块棋 只要不全死就可以了 可以往右边夹 刚好配合这个二路拖 也是一个组合拳 黑棋领住的话 白棋冲出来 左边这个小肩起了 然后把右边逃跑 这样其实白棋也还行 实战白棋下的太刚了 这个地方还要再断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黑棋虎一个 白棋可以挤完之后 再往上跳 这样又可以逃跑 又可以拖着黑棋外面 这三颗子一起跑 这个是白棋的意图 实战黑棋为了 不让白棋就这样轻易的脱身 所以说选择打吃完之后 二路搬斩 紧弃 这样的话白棋弃紧 像这个挤可能就比较危险 因为下方还有一个断 所以说白棋小肩出头 黑棋再长出 下一手棋白棋下的有问题 这个地方还是应该跳 跳的话 然后再往右边飞 这个出头就非常容易了 然后黑棋下方还要继续补 这几颗子就完全可以看清了 实战白棋一毛不拔 连这颗子都要连回 但是这个走成一个大鱼形 白棋的效率非常低 而且这里的气也非常紧 接下来黑棋往路夹 白棋搬住 这个地方倒是有一个小陷阱 如果说黑棋随手打吃 往右边补断的话 那主要是白棋多了 这个一路沾 这个一路硬腿 那左下角这块 黑棋的眼位就受损了 因为白棋可以往一路脱破眼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就不要再打下来了 直接往左边点过来 威胁白棋这一块 那现在的这个情况 就在于黑棋下方这几颗子 白棋一手棋也吃不住 而且黑棋就算气掉 问题也不大 关键是白棋左边 这里牵了一手棋 被黑棋点过来的话 非常难受 白棋要是补断 就会被外面飞风 所以说白棋跳出 黑棋先往中间跳一个 那这个是正确的思绪 如果说先往脚上 断吃这颗子的话 被白棋针到中间这个头 那白棋出头就顺畅了 所以说黑棋先跳 反正这个地方也是先手 然后白棋出头 黑棋再往前压 黑棋也就变厚了 白棋这个地方 还是应该忍一忍 单长 长完之后拐出来 虽然说也被黑棋下方联络的 但是白棋跑出来的话 肯定是更为重要的 毕竟黑棋外面也有一块孤棋 所以说白棋也并不算亏 实战白棋出现了问题 从这儿贴住的话 被黑棋挤一个白棋就头疼了 那如果说白棋直接挡住 这里还要出棋 被黑棋断打完之后 再往这儿挤打 白棋已经连不回去了 这颗棋已经被黑棋提通 白棋要崩溃 所以说白棋先挤 紧气 黑棋打在外面 然后再提 白棋联络做活 这个地方白棋亏大了 等于说黑棋外面 这个孤棋 把一朵花变成后市 白棋下方 后手苦活 左边这里还没有补 所以说 下到这里的时候 黑棋已经有90多的胜率了 白棋面临崩盘 不过从这个 左边这里的定型之后 这个棋局又变得漫长了 这个地方呢 黑棋还是应该跳出 当然判断也非常难 跳出的话 让白棋把左下角这里补好 然后黑棋就可以拆出来 整体攻击白棋这一块 这样黑棋并不一定为了吃棋 只要把白棋 赶到中间这里 让白棋一串单关逃跑 黑棋左边的空也能围住 然后又可以把右边 这里的模样经营好的话 那黑棋也非常不错 实战黑棋就是 贪图眼前的这个力 选择冲一个 那白棋跳 黑棋断 然后白棋双 黑棋并一个 这个是一个局部好手 因为白棋不能往脚上挡住 不然的话 外面这里非常简单 挖完之后断打滚包 一起闷 所以说白棋小间逃跑 黑棋贴住 这个地方形成对杀的话 白棋的气肯定是不够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白棋可以气掉 从而把外面这里包扎住 白棋跨来 黑棋先冲 想把白棋走中 不过这个地方 白棋不一定要跟着硬 也可以选择二路利 反正以后 黑棋车通这三颗子的话 白棋 左下角这个双板凳 还可以后手联络 所以说白棋可以离下去 实战白棋还是粘 那黑棋搬 白棋反搬 断打 白棋粘 黑棋粘上 白棋再打吃 下一手棋 黑棋下的不够细腻 这个地方要不然就一路打 把这个交换掉 要不然就二路断打也行 断打完之后度过 白棋打黑棋提 这个地方白棋外面有断点 沾的话 黑棋已经先手便宜了 这个地方的气也比白棋多 不用再补了 然后再往脚上掏空也不迟 所以说最好是把左边交换点 实战黑棋没有交换 直接点脚 那被白棋搬到这一下 黑棋还得再收气吃 这个木属黑棋亏了 所以说之前黑棋建立的这个优势 在左下角的定型之后 黑棋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小了 就是因为吃掉这块棋 价值并不算很大 反而让白棋左边形成了一块模样 所以说这个棋又漫长了 接下来白棋挡住 然后回左边的空 其实这个地方选择定式的话 考虑到周围的配置 白棋就算搬完之后连搬 走一个最为简单的 也非常不错 把脚吃住的话 这个边上的距离也刚刚好 这样的围空的效率还算是比较高 实战白棋想把外面走后 所以说飞完之后黑棋搬 白棋连续成 但是这样首先落了一个后手 然后虽然说白棋这里厚 但是黑棋中间也很厚 这样白棋的后卫就很难发挥 所以说黑棋现在往中间点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直接可以把白棋的模样缩小 实战黑棋想对围 所以说往右边飞 白棋直接往脚上碰掏空 然后黑棋夹一个 这个棋如果说还是按部就班 就往这儿回一个力搜根 那白棋随便拆一拆 这个地方就很容易活棋了 所以说这里一定要变通 因为黑棋右边这里已经形成了 一个初步规模的包围圈 所以说夹过来本身就可以成空 然后白棋这个地方 现在直接活的话也会有所难度 然后白棋没有着急 又往中间走了一个 这地方白棋的思路还是非常的灵活 就是先往脚上留下来一些味道 当然这个地方黑棋补一手的话 空就围干净了 但是中间露着风 以后白棋继续掏空 黑棋显然围的空没有白棋的立体 那黑棋要是补一手围空的话呢 这个地方一手棋也补不好 补掉中间的缺口 右边这个缺口白棋又钻进来 所以说黑棋又不想补又不想围 那就直接掏空 选择另外一种思路 那白棋往脚上直接腾罗 多了中间这手大飞就多了一些接应 下一手棋黑棋单退肯定是比较缓 这个地方AI的建议还是黑棋网路搬 搬完之后连回 虽然说下方这里多了一个冲完之后断打 但是因为白棋外面这三颗子弃紧 所以说似乎对于黑棋也是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 打的话黑棋还可以跑 反而紧住了白棋的棋 所以说黑棋最好是把这个地方的空全部撑住 实战黑棋单退的话 被白棋往脚上扳 这个木树已经非常损了 黑棋长一个 然后白棋靠出 看上去白棋的棋型破破烂烂的 到处是短点 但是白棋不求整体能活 那只要能活出来一块 白棋就心满意足了 比方说黑棋要烧入断的话 那白棋就活掉一个小脚 打吃完之后提 两边都可以爬作业 而且外面这几颗这个残子 黑棋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吃的话这个落一个后手 而且吃不干净 不吃的话以后白棋压过来 这个黑棋右边还得补 那白棋连续压 这个地方都要往中间联络了 所以说 把白棋右边断开 不可取 所以说黑棋拐头 想要整体进攻 接下来白棋爬一个 现在黑棋如果说再断的话 白棋都可以变招了 不一定非要打吃 这个地方白棋可以站在外面 扳 因为黑棋脚上气井 也不能被白棋扳上自头 所以说黑棋立 然后白棋可以这样跑出来 所以说这里白棋 是可以下得非常秀 实战黑棋斑 白棋长 看到这个棋形 黑棋应该心凉的半截 因为已经不太好杀了 如果说斑的话 白棋虎一个 刚好凑着白棋的布料 把白棋送出去 这样黑棋肯定不满 所以说黑棋单长 下得非常稳 那白棋拐头 黑棋点过来 这个是想威胁右边的这个斑断 那白棋要是补棋的话呢 联络完整 但是还不活 接下来黑棋的思路 肯定是想从中间这里 把白棋分开 允许白棋右边活 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 黑棋上面这颗子可以联络 从而破坏白棋左边的空 还是一个转换的思路 但是这样下黑棋也比较亏 毕竟黑棋右边的空 已经被白棋破干净了 左边白棋多多少少 还是可以围住一些 实战白棋下的也是比较大局 这个地方不补了 直接往前跳 黑棋如果说斑断的话 那白棋就往中间飞 又可以联络 又可以把黑棋 中间这颗子困在里面 这个是白棋的意图 实战黑棋还是老老实实的跳回 然后白棋再点过来 那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黑棋之前在下方拔了一朵花 铁后的一块棋 现在居然出现了这个生命威胁 那其实按照顾子豪的这个棋风 就非常容易想到这个飞 或者说往中间点 这个悬点不固定 反击肯定是第一感 不过这个地方 黑棋非常意外的下的非常的温柔 白棋怎么点 黑棋就怎么连回 就算是这样效率很低 黑棋也就忍气吞声了 然后白棋也是得寸进尺 看黑棋就这样忍耐连回 然后白棋又往右边这里搜刮 同时威胁黑棋的联络 那这个地方 黑棋如果说 选择连回的话 那白棋就跳回 其实黑棋可以这样下 这样下的话 然后赶紧趁中间 这颗子没有被白棋包围 然后在左边掏空 活下来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当然黑棋要是脾气不好 选择反击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不成立 因为被白棋右边冲完之后 往路挖 那黑棋不能打 打的话这里断打吃通了 黑棋要是沾上的话 那白棋可以直接往上冲完之后 断打 然后再连回这四颗子 这样的话 黑棋右边还要再一路渡过 这个地方牵了一手棋要补 然后外面这几颗子 现在也不活 而且让白棋先动手的话 黑棋就更为被动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最终还是选择贴回 至少确保右边这里的空非常完整 那白棋在这个地方还是一根筋 AI的思路就是算了 右边任由黑棋发展 直接往中间这里走一走 先把这颗子照进来再说 然后黑棋右边不补 反正随时冲断都是白棋的权利 所以说还是把这个主要的目标 转向黑棋中间这一块 那实战白棋下的就非常猛了 直接冲断 双方都是暴脾气 特别是米玉婷 这个棋就完全不给自己和对方留后路 能选择作战的地方就绝对不妥协 接下来黑棋长一个 然后白棋飞 先把黑棋闷进去 黑棋贴住 其实这个地方黑棋下的也是非常的重 黑棋其实还是有退路的 就是把这两颗子看清 黑棋可以直接选择飞出 这样的话更容易作业 实战黑棋直接压出来 然后白棋扳头 黑棋如果说断的话 那白棋长一个 黑棋长白棋贴住 首先白棋的联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黑棋上面这三颗子跳出来的话 白棋往脚上补棋 黑棋再跳出 白棋串向眼 就算黑棋中间再补一手 把右下角 这整块白棋大龙封进去 那白棋跟上面 这黑棋五颗子对杀的话 那黑棋完全就是在自找麻烦 这个肯定是杀不够白棋的 所以说黑棋也是放弃了在这里对杀的这个念头 直接选择斑 白棋反斑 黑棋虎一个 那现在白棋就有话语权了 是选择转换 还是说继续杀黑棋 都在于白棋 转换的话就是打持 黑棋可以吃通脚上这三颗白棋 不过白棋提完之后再打 可以把黑棋直接包进去 就算形成一个结针 那白棋就粘上就可以了 上面被黑棋夹完之后穿出来 只要白棋脚上活棋 那左边的空全部为主 黑棋还是不行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可以转身 实战白棋就是不依不饶 继续贯彻刚才的思路 就是整体杀黑棋 白棋联络 黑棋虎一个 然后白棋单粘 黑棋挺投 之后白棋点字 这个地方呢 黑棋第一杆肯定是想要粘 那粘的话反正白棋就先把上面包扎住 然后再往中间补 黑棋往哪边跑 白棋就在周围破眼 这个就变成屠龙之战了 直战黑棋在这个地方也是形成了一个长考 长考之后 选择往这冲这个也是非常凶险的一条路 那这手棋呢 很明显有一个断打的存在 如果说白棋先不断 往这儿虎一个的话呢 黑棋断完之后长 粘上白棋贴下去 黑棋可以往中间这里搞一搞 像右边这里靠出 白棋冲的话 黑棋断 这个地方白棋两边都得补 不行 跳的话 黑棋穿向眼 总之 这样下 黑棋可能就要冲击白棋中间的保卫了 所以说白棋看到中间这里有隐患 所以说就选择更为强势的一个下法 不让黑棋先动手 直接先端上去 黑棋反打白棋提 之后黑棋再打持 白棋因为右边这里有个打持戒不归 所以说先沾上 黑棋再提戒 白棋拐出来 黑棋跳架 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戒 之后白棋先提 黑棋沾上本身戒 再提过来 那这个戒其实白棋如果说应对正确的话 就直接可以把黑棋打爆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AI提供的这个戒材 就是在右下角 不管是白棋挖一个还是说断 都是价值非常大的戒材 因为这个地方一旦黑棋不走的话 被白棋往脚上吃通 等于说白棋右下角 本身是欠了一个半段要补的 但是现在就省出来一手棋 并且我们注意到黑棋下方 大龙其实还没有完全活干净 所以说这个地方找戒材 黑棋是一定要跟着硬的 然后白棋再提过来 黑棋的戒材呢 价值最大的 放野望去也就是下方 那白棋这块棋直接不要了 跟黑棋形成转换 然后再把上面这个缺口补掉 如果说下成这样的话 那白棋基本上就已经赢了 然后AI也封掉了 这个地方认为如果说走成这样的话 黑棋要直接非常投铁的进来 这样掏空 反正掏不了就是个死 掏成功的话 关键是掏成功的这个几率并不是很高 因为这个地方想活棋还是非常难的 所以说白棋的结材应该在右下角这里找 实战白棋找了一个瞎结 就是在左上角这个二路斑 那黑棋肯定是先把这个结补掉 这个地方黑棋不是沾 沾的话周围各种冲断 包括点刺全是借用 所以说黑棋是站在这里 反正这里只要能活棋就行了 吃不吃这三颗子倒是棋子 白棋提 黑棋在打吃 如果说白棋执着于吃掉这个脚上 搬住的话 给自己留一个面子 看上去这个不是一个瞎结 但是这样下就是在骗自己了 因为黑棋往中间点是非常严厉的 这个地方要把白棋中间冲的细碎 所以说白棋不能再搬脚 只有沾 沾的话黑棋沾 同样的这个地方中间还是有一个点 非常严厉 所以说接下来白棋补棋 黑棋再往脚上扮 等于说走了半天 白棋的这个结完全就是打了一个寂寞 这个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结针的 但是走到现在黑棋绕了一圈 把这个棋全部连回了 脚上又被黑棋补掉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相当于白棋停了一手棋 这样白棋就马上这个局势就面临崩溃 然后杀黑棋上面大龙的话也不太好杀 毕竟上面这个二路露着风 以后黑棋爬几下跳回 所以说白棋迟早的一步 实战的白棋就干脆选择拐住 那这个地方就形成最终的一个战场了 反正黑棋能活的话呢 这个棋还要看收官 死掉的话呢 黑棋肯定没得下 所以说还是非常的激烈 我们继续看实战 黑棋大跳 作业 然后白棋往脚上粘 粘完之后呢 白棋是直接往这照住 不过这个地方白棋下的不够细腻 AI这个时候往一路点是掐到好处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用在哪 点的话黑棋沾 打持 白棋扳 黑棋打 这个地方看上去黑棋是一个活棋 那白棋并不是送死 因为白棋这个时候再照过来的话 就交换完这一圈之后 以后白棋这个一路力是可以走到 因为这个是一个先手 黑棋脚上如果说不补的话呢 白棋就站成一个钉四 黑棋铁 白棋再点进去破眼 这样的话 黑棋往右边挡住坐眼 白棋再断上去 就形成一个竞技独立 所以说 白棋的这个一路硬腿 是可以走到的 黑棋脚上得补 多了这个硬腿之后 对于黑棋上面 这里的眼位 可以说起到这个毁灭性的作用 所以说先把这个脚上交换掉比较好 那省得夜长梦多 实战白棋直接照住 然后冲完之后刺 黑棋沾 白棋拐头 下手棋其实黑棋单长就可以了 单长也算是个先手 脚上白棋还得再补断 实战黑棋先往前压 白棋就把外面补好 因为这个地方还有穿向眼 穿完之后挤一个 这个地方要断白棋 要作眼 所以说白棋虎补齐 黑棋再刺 白棋并一个 反正这个地方 跟这个木树已经彻底没有关系了 就是怎么后 怎么可以联络 白棋是怎么下 接下来黑棋点刺白棋 沾 下一手棋 应该会让黑棋 下完这盘棋之后 懊悔不已 因为这手棋是黑棋的败照 下一手棋 黑棋应该走在这个长的位置 还是这个点 又作眼 又让白棋要后手补断 然后黑棋上面这里 还可以继续往二路跳作眼 所以说应该这样下 黑棋是非常有机会活起的 实战黑棋往这双一个 这手棋属实没有看懂 这个地方 其实也就是 逼迫着白棋往这断打 白棋被迫 破坏黑棋的眼位 那这个地方本身这个断吃的目数 就非常大 而且白棋 左上角这个断也就不存在 那接下来黑棋也是 直接陷入到这个困难模式当中 现在是一只眼都看不到 然后黑棋往左边跳 白棋尖顶破眼 黑棋再往上扳 这个地方主要是 比如说白棋 提掉的话 黑棋往这捧一捧 上面打吃就稍微多出来一些眼位 但是白棋也不会给黑棋的这个机会 直接吼出来 黑棋沾 然后白棋沾上 其实这里怎么补都行 虎一个也可以 虎一个黑棋铺完之后 打吃白棋沾 靠住的话沾上 沾上的话 这个往上路漏一个 黑棋还是坐不了眼 上面这个地方也够枪 实战白棋单沾 黑棋沾上 白棋先把中间这个冲走掉 然后黑棋沾 然后白棋再往左边虎一个 黑棋靠住 白棋沾 黑棋长 白棋提 这个都是命令手 白棋跟着硬就行了 然后的话 黑棋要是先往上跳一个作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不行得通 白棋可以往路小间 黑棋左边飞 白棋靠完之后往一路立 这个地方黑棋也是没有眼的 然后黑棋要是往上碰的话 白棋立 中间几个甚至于白棋 都可以粘在天元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黑棋断吃只是一只后手眼 上面这里白棋各种冲完之后破眼 黑棋也是没有眼的 所以说现在黑棋想要两眼活 已经不太可能了 实战 黑棋往左边飞 那白棋就把上面这个眼位全部破坏掉 黑棋还是不行 因为像左边这种碰白棋靠近来之后粘 黑棋还是无法作业 那现在黑棋做活的这个愿望 已经完全破灭了 黑棋下来 能够再拼一拼的这个思路就是 要不然就拽着上面这个白棋对杀 要不然就拽着白棋中间这整条巨龙对杀 所以说黑棋先往中间这里刺一个 威胁这个冲断 白棋挤 黑棋再往右边靠出白棋虎一个 黑棋扳 白棋断打完之后打吃 那黑棋继续冲白棋提 其实这个棋跟这个劫财也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也看不出哪个地方是最终要打劫的 所以说黑棋也不怕卖这个味道了 就直接把这个全部交换掉 挤完之后 黑棋沾 然后白棋再沾 黑棋冲完之后全部把白棋的眼破掉 左边挤一个破眼 白棋顶住 黑棋变一个 白棋下的也是非常的细腻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不顶的话 黑棋往这顶 还有一只眼 所以说白棋先顶住 有一个挖盾 黑棋双 然后白棋再把右下角这几颗子全部拽回 拽回这几颗子 虽然说以后黑棋往二炉斑瞻还是可以破眼 但是白棋这里就多了后手眼 并且这个气也一下子就长出去了 这样黑棋跟白棋中间大龙对杀肯定是天方夜坦 那黑棋下来又往上跳 跳完之后霜 白棋挡住 那黑棋想跟左上角白棋杀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地方白棋还是个大眼 这个气也是非常长 所以说走到这里的时候黑棋就认输了 最终 米玉婷也是夺冠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转折点是非常多的 白棋在开局阶段下方这里的定型其实已经崩溃了 就是后手苦活 不过黑棋在左下角这里的处理 那有点贪吃这几颗子 导致白棋的局势稍微缓和了一些 然后在中间这里白棋下的也是非常灵活 先往右下角碰 然后再往中间围空 让黑棋非常纠结 右下角补的话中间的空围不住 中间围的话缺口一手棋补不好 所以说最终让黑棋选择互相掏空 之后白棋在右边也是下出了一系列腾罗的妙手 黑棋右边这手三路单退 是导致右边杀不了白棋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后再回到右上角这里的定型 黑棋下的有些笨重 这个地方黑棋应该弃掉右上角这两颗子 然后从而在中间继续掏空 包括左边也可以掏空 实战黑棋冲出来之后白棋扳头 然后黑棋只能被迫形成这个结针 但是在接下来白棋找劫财的过程 也是出现了致命的失误 就是没有往右下角找劫财 而是找了一个下劫 就是左上角这颗路斑 一度让黑棋又反过来逆转了局势 然后在最终上方屠龙的时候 黑棋出现了本局的致命败招 就是没有往上面这里藏一个作眼 而是选择往左边贴住 这一手棋是完全不能带给黑棋任何眼位的 然后被白棋断打完之后 黑棋也是一路狂奔 但是这个两个眼是非常的难做 所以说最终黑棋大龙还是一命无呼 被白棋全部侵吞 好那这半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